另外在蔡英文这一头 担任民间党主席以来 是一路处理切割扁案 而今天的国务费 这陈水扁更衣审无罪 蔡英文更是小心应对了 一度希望深入了解案情之后 才要回应 而蔡英文说 国务费有历史因素 希望法院能够兼顾当事人人权 韩清的雪子上选战客 蔡英文要营造新一代领导人形象 不过扁案幽灵狗狗狗狗 国务费陈水扁更衣审无罪 蔡英文小心回应 法院在判决的过程中 能够考虑这些历史的因素 那我们也持续的期待 就是说法院还有我们的司法单位 都能够独立 而且能够公正 而且能够保护当事人的人权 还是不离挺原权的基调 但选民对蔡英文重大议题 都谈大方向的态度 不满反应在民调上 原件调查民进党信任指数 创下14个月以来新低 蔡英文更是21个月以来最低 这阵子的民调看看就好 外有选民疑虑 内有副手人选乔不拢 本来要在礼拜天 全台会公布人选 不乐观 党内有些人有一些特别的考虑 我们也开始对特定人权 开始征询医院了 是不是50岁以上男性 40岁以上一定是如此的啦 蔡英文最属意的彭华男 当事人开家族会议后 还是婉拒 新系拱苏贱章 却遭谢长廷 与贬系抵制 苏贱章挑明说不出任副手 苏家全也面临中生代反对 前卫生署长钱建仁 成为底牌 蔡英文副手可能拖到9月访美后 才要公布充高选情的编辑效益递减 内伤却不少 真是理事件林佳元 安四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